現在是大阿里山地区村地開始生長的時期 卻來土地的嚴重的現在 最新地区欠水相當嚴重 甚至是連後地区來保持食杜的務器 都已經消失 讓地匆是相當困窄 現在地匆這個檔科 走到23公里多的水管 透過抽水的方式來保持土地区的生長 今年中南部土地百年的大漢 而正在地匆的地匆是叫康蓮天 正在梅山鄉太和村的地匆就表示 已經有連續十幾天的設斗都非常多 甚至是連分了沒有 地匆在這樣的日照環境下 已經嚴重影響生長 說地匆生長 算是空氣中有了 空氣中生長 日照太久 因為空氣 水氣太低 天上沒有煙霧 日照太久 茶葉上面太熱 太熱就曬傷 好像忍中暑 中暑 沒有水氣上來 整個茶葉就乾掉了 就是打水嘛 打水來灌蓋 就是不要讓它死掉 就不要乾掉就好了 就好像過小兒子這樣子 不要讓它渴 不要乾掉 冬茶還可以漲 對啊 是這樣子而已 差不多十十斤 沒一斤 幾乎到時候應該要減掉吧 就靠政府來補助 就減掉而已 對啊 就顧不要死掉嘛 沒有死掉就還有機會嘛 沒有 減掉就是讓它重長 就是好像那個 顧小孩子嘛 那生病了 你就把它顧好嘛 就像醫病 把它醫好 不要讓它再死 死掉這樣子而已 因為這條大汗 讓很多田農 都非常辛苦 為了減少孫舍 集合努力做好產甘管理 怕地方太過大色 只集合雅水來補充水分 還有降溫 當然只能夠繼續提供白 趕快來落後 讓漢災可以照理環蓋 社群新聞正義新聞 梅山兄 彩虹佛德 很高興嘉義縣已經是第七次 來參加東京食品展 那嘉義縣為什麼 在疫情期間沒有來以外 每一年都到東京食品展 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跟日本 跟全世界建立所謂的 整個商品的脈絡 那大家知道東京食品展是很多的買家 來這個地方看到好的產品 那準備簽約 進而建立長久的 這樣的一個商品關係 我們希望 未來整個嘉義的農產品 也可以在日本 變成發展出我們的品牌 也可以跟大家建立關係 我們現在發展的品牌叫做嘉義優先 我們希望可以既有情先 帶給大家最好的農產品 我們如果先帶頭來做 才有越來越多人 可以去顧風 跟我們作為打敏 推動智慧農業 實現農工大限 我們在做嘉義優先 我們在做嘉義優先